1月12号瑞瑟老人会馆前的老榕树 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倒塌 压毁了停放在树下的一辆轿车 乡公所紧急处置 也和车主来协商赔偿事宜 而乡长吴万德也进一步检视 乡境内公共场所植栽灌木老树 也要全面装贴警语告示 避免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形 瑞瑟乡老人管前的这一棵大榕树 枝繁叶茂绿意盎然 欣欣向荣不料一夕间 不仅整颗情统 还不小心压毁当时停在下方的一部脚车 老人会成员也感到差异 羊猫啦 羊猫看来有 那一台车子给它压到 这羊猫我就看到 那个叫榕树 羊猫 主要的那个根部 已经腐蚀了 已经腐烂了 是这样的 今日除了地震 一切都算是风平浪静的天气 这好端端的一棵大榕树 怎么说倒就倒 老人会成员也纷纷议论 是啦这个东西好好的树它会倒 怎么知道呢 树知道 对不对 长得很茂盛啊 本来会倒的我们就挖掉了 这个看起来是很茂盛啊 我们不会说 不会想到它会倒了 当然那个树已经倒就没有了 就那一棵而已 当时因为那个树算二十几年 是移植过来 所以根就不好 也是那个夏宇啊 夏宇稍微很重啊 它这个整个树很重 所以一样就是 那未来会不会期望建议说 我们这边还是再种一棵 不种啊 不种啊 十几年前 从它处一直到此的大榕树 12号发生倒塌事件后 乡公所除了现场处置隔离 乡长吴万德表示 对于乡内公社场所任何灌木大树 将全面装贴警语告示 避免重蹈覆车 我们的一些老抽 抽的最好是不要停车 你知道吗 你如果要停车 因为老抽 更容易会堵 我们现在如果要停车 我们会在车的头上 要停车 我们会带个个故事牌 故事说 你如果要停 以后我们就 我们没有负责 至于老榕树倒下 却压毁轿车的意外事件 乡公所也积极与车主协调 赔偿事宜 乡长吴万德要求 乡公所相关客室 进一步检释箱内 公社老树线框加强维护 避免日后类似意外 赔偿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